來 乾杯 謝謝 謝謝 欸那個 大家好 那個 謝謝大家今天有興趣來評論GDP 我覺得大家應該有 都被嚇到我不然換場地跑過來 有自己的事 沒沒 不然從外邊說一外面 好 那今天就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那個 關於GDP的一些那個主事這樣子 為什麼呢 我就先大家學 那個 謝謝大家介紹 其實我就是一個小小工的資料 然後我就是畫畫 那個 那一張小式的時候畫的這樣 然後還有那個給人專家跟中訊這樣 然後 我有 就是我自己有寫一些筆記 放在我的那個Hap&D裡面 然後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評判一下 然後大家會後 我會把那些資料放在那個 議程的那個Hap&D上面 然後還有自己的文字 然後我就 就要跟我講 我就開始來講一下那個 然後我們去 класс 然後這邊是我的考案這樣 好 所以大概 從前面就是 前面主要是 我如果在我底下的行進所 為什麼你批養 假設你 這邊有人是 有一貨去裡面 你從小到孩 這樣 但還蠻多的 那你自己有在用錢物資系 可能 還是在好像 友好有選吧 就是 假設有 those天你去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台灣的IC廠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去請出系統商買的話 基本上只要他們的作業系統不是太... 呃...只是太平,只是太... 只要是你一個使用的話 你記錄過,我覺得你一定要學GDP、GDPB 為什麼?因為...就是我等一下會敘述 就是你如果不學GDPB的話 會可以節省你非常多的時間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 第二個卡比主要就是講 我們會講一下,再來講一下那個GDP 所以大家會說主要,為什麼會講一下GDP的好處 然後還有一些常見的使用情境這樣子 就是我會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哪些comment的用樣子 用哪些comment去發揮這樣子 然後最後還有一些普通 那些普通是說... 因為除了其實GDP以外 我們還會常用一些像一些NC-Man Replic 或是今天想知道說他的... 這一支...這一支...這一支... 這一支...這一支支一下就會過來一次 後面有點可能 然後你在上網的時候會變成說 你會來說你國主跟對方的國主會有問題 就是你就會來說 你看我們要離奇證明的時候 是對方的問題 然後怎麼辦 你可能就是... 你還要那些小工具 就是一秒Express 就看到哦 你今天code到來就要C-Code變慢了 欸想說我真的不一樣 就是... 要一些工具去防神來保護你自己下來 這...這很重要 要不然你們會在... 會聊萬人 因為他們就說 我少要你做證據啦 所以我很麻煩 你再一次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就是ADDR 就是... 大家跟我們說... 就是... 我們大家聽到GDP很好 我們當然GDP有很多好 我其實就是有人要跳腳底到... 那個系統上面才能用好 我發現今天有可能就是... 遊戲裡的那個... OS是非常的那種 就是... 可能就什麼... 可以用DX或什麼 OBT就像用 Discovery Center 像這種OS的話它是... 他不...它不太有自己的那種地-barger系嘛 變成說地-barger 非常大 可是有時候那個現場送過來是實體啦 你還是... 欸!它可能其實都被拖擋了在... 你還是去追思 所以你只要學會 如果用ADDL 去綁起來 我等一下也會有關於說 將來你用ADDL 去綁查說 他兩個石標那個綁在哪裡 那我們再去找清楚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情境謀略 第一個說 為什麼你要學GDD 第一個就是 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我們實際上班跟寫作會寫不太一樣 因為上班是很多人在寫一包扣嘛 所以扣就變得非常多 而且我可能今天接這個專案之後 就專案解體 可能已經夥而起班了 然後可能那些也就是剛BA進來寫 或是那時候大家對軟體的架構沒有那麼多的注重 因為其實你不能外說說他們沒有軟體盛行 或是因為有時候客戶來的話 其實如果上班就知道有時候 客戶抑壓規矩的時間跟趕快可能 那這個LG說明天就要 然後好玩到底 今天就才不加班開始寫進業 就變成說可能今天就 這邊不是有時候趕快的可以嗎 那我幫你看不看到 就是 例如本件在考慮就是 欸這個是我LG客製化的人 然後就寫一個 把LG客製化變成FD 然後呢 下面又一個 欸今天這個LG客製化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我去朋友BUG 然後就好啊 這個中文會的同樣 我們企業的我的BUG 然後你又帶一個教員在考慮多一個 所以實際上就變成說 大家知道要看說是扣模對不對 然後也是要我們要把扣模主化整條 所以實際上他還扣看到是這樣 就是一坨然後就是一坨然後就是 一坨坨均勻多一個 然後你也 搞不清楚說他 就是這個POPP我走啊 你一定會有問題說 等一下今天 欸今天你要比BUG喔 然後人家來吵 說欸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 我問我幫我看一下 那個你們有BUG的傳記 然後那個客製化 自己不知道自己用哪些 因為他趕快趕快起床 他是用哪些去核Dependency弄成的 然後變成說 欸你今天這個房間錯哪來 結果你還不知道他在走哪一個房子 為什麼你都被趕快 會有一個合萬七八糟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 可能客戶就要拐一把 然後你不知道客戶的環境 然後客戶自己也不知道 你只能寫個產品是不是 所以那個環境常常都不知道 我沒跟你開玩笑 因為他們其實 因為大家說F5就是另外一套管理盤 所以有些人其實他那個F5爆發給你的時候 然後他自己 他那個賣的路由他們自己也要拍去 他也甚至搞不懂說 他自己他趕快會說 欸我們這是LG的喔 這是LG的環境 就其實他開到那個台式 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說我是沒跟你開玩笑真的 所以說 有時候可能查到法 可能是非常低級的說 就是說啊這次他趕快不會開錯 並不是那個整個錯心錯物的 那我們既然知道 會有趕快來投一個這麼麻煩的東西 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那今天的話 然後還有第二個奇定模擬 就是說 欸假設今天有可能就是 你在那邊看著轉讓 就是欸今天假設例如 今天這個中間 這尾巴後面有一個叫 黑皮疙瘩 然後 Restored Mr.States 他 反正不會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說我們要太早熊手 欸然後你就會發現 喔 這熊手可能有這五個人 一個是你隔壁的正沒同事 他寫了這些控 然後中間這一個是很多的使用 欸是你主管誰先寫了扣 然後你知道輪子標準照 他就是被reduce 你再寫使用 所以這段就很多人去扣他 然後再來就是你自己昨天 三點好一個寫完扣 還有一個必不能的刷一個同事 然後最下面的黃色是 厲害的那一個這樣 好 那現在五個人 五個人 現在五個人都是熊手 他說我們就開始要找熊手 有可能是same 那假設你現在在公司 或是你有所謂的控罰的話 等他就開始退場 再夾版本 你就要夾娃娃 誒今天看到誰的卡密 上壞這樣子 好 喔 可是萬一你今天就是 都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你就會開始說好玩 那你現在不要夾版本 我們嘗試說去debug 好 那開始 你要開始debug了 OK 然後第一個方法就是 因為你的新手 你還不知道你沒有決定 你知道嗎 那這樣我就用費成 補法剛剛那個function 然後硬硬夾夾看到 就是誰壞掉是這樣 可是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說 誒我們知道 你要硬碗 可是補法列鋼 就是一個硬方法 花時間 因為我們剛剛的只是取締 因為實際上你真的拿到 不知道什麼cull 那個方法 就是他圖是proc 更長的cull不落 好 再來一個最可怕的問題 誒今天你沒有編引火界 可能不知道別人摸出什麼編 就是 好 今天我可以比這個 我跟妳的方法cull 他卡賣不會有可能 你要看那個LG的卡賣分 可能不知道 他太沒跟你講 他可能變出來 你也被想得不一樣 然後說你不是要問問 好 那對 沒錯 你就是要問問 因為你要討論是我的環境 結果有可能會問問說 誒今天那個 這枚同事請假去過期 找不到他 然後你menter 他很怕他不想理你 然後你boss他去不猜 他去美國出財 然後葛列酸同事下位也不猜 就變成說誒 我信你今天這邊這幾個人都找到他們 然後你也沒辦法連uncull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剛好 啊 你當然什麼是團主玩 團主主玩 就是 這時候你實在 你會覺得心裡很異致 不過沒關係 剛好沒有人憑救星 距離逼 就是我們要怕有弱呼 就是我們要學一個 就是我們要學一個好提發的工具來防針 就是 在哪遇到高那些特殊狀況的時候 都可以保護你自己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活動學習的好處 第一個就是 像我們剛剛的狀況其實不一樣 不然現在你在那個function 然後現在你們culldown了 或是有問題的話 你就在你懷疑那個function點 就直接在JP直接 像下P 你就下P去把你的那個function 設break point 然後你直接下P 你以後他就會把Faceway11說 Faceway11就說 他會把你的function的culldown 就是 他會把那個stack 把那個 裡面的friend stack倒出來 然後就知道你的function是怎麼cull 要想看 然後就說 原來是自己昨天 好像三秒我也喜歡cull 所以你就可以 先趕快把這個秘密趕快 散訪定把他修掉 這樣就不會被其他人罷錢 因為你好像你還沒去幹給我其他人 所以 你默默把自己也罷掉 把胸頭的自己身份還是不好 你就可以自己跟他投掉的時間 所以就是全GP的好處就是 一個人有他比雄身養性這樣 然後可以快速移情問題 你看一下P有解決法 你也不用去找一些人 就是找錢他不能 不他怎麼邊路的件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就可以輕鬆觀察 不他的這套技能 這麽可以幫他大家複習一下 像例如假如我們今天在洗牌家 你要invac對不對 所以他媽媽就是 欸我都很簡單 就直接把我都打 啊投印的i到那個 投印的i然後到來加加 一趟 然後如果你也可以 都比較稍微帥一點 那我就用Iterrator好了 所以用Iterrator去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專業 在一個Ireference 我的Iterrator完美這樣 然後如果你想要等於把牌 然後你就用GoPro的AE爆號 然後對應之外對不對 好 就是 其實你用Pint 你會想說 其實去印你的那個資料解構 對不對 可是其實如果你用GD的話 不然簡單 就只要P 那一個電數 或那一個資料解構 那一個電數卡的資料解構 然後直接 就把這個Vector的東西 裡面存在元素數多列出來 像我們剛剛要找到元素唯一 你可能就要寫破盒弦 然後自己去檢查 然後不管扣在什麼境界 不然都比你這樣 用GD必須執循環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強調說 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就是去學這種地方的部位 因為像你知道 剛剛那個Vector還好 它是有規律裡面的或有資金 可是像今天這種Struture 你看這種Struture像什麼 在這螢線其實你再去追那種 你追那種 Iterrator的時候是扣 你發現它會有做什麼 那種Struture Struture 然後通常大家只來是去 它一個Squatch其實都是超大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用GD的話 你可能直接都底子 你會在做的 你不要買一個 後裏的你就會發現 喔它的那個 裡面只要有結構長什麼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去看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就是去 你用Dbuck說去看 然後去看RAA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然後會把它扣出來 然後也可以這樣硬這樣 很麻煩 那你用GD就都不會有紅色 好 然後再來就是快速變成的想法 而且我們知道就是如果你是在 你是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要便利收拓嘛對不對 可是外界你便利收拓是一包 你就會的話 靠那就是扁草 然後你就也是 給你打包 你可能就是跟他去跑 你去煮個咖啡 去隔壁的媽媽聊天 對 然後後來他奇怪 你過了三個小時 然後他給我編好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你可以 學會GP 你就可以不用混著 我一堂港夾扣 你的身兵可以浪費在 更容易的市場 就是 我會建議就是 在同一座也好 或是 在你就是去 學一個新的語言也好 知己的一定要就是 先去把他的 相關Dbuck的 去查一下人家的指標 去Dbuck 去學情 所以你就要隨時 你就不要用Dbuck的一張畫 就已經就是 有花時間啦 那現在我們再舉一些 常用的 常見的那個使用情境 第一個使用情境就是 這一般我在用GD的時候 我會其實下D-A-S-R-C 我覺得這指令好用 因為就是你下這個指令 他其實會把你的 SOSCODE的那個畫面都秀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 喔原來現在你的 要不然如果你下這個指令 就要自己就是 去打開你的SOSCODE 然後跟你去B的視窗 是比較麻煩 你下D-A-S-R-C 會不會顯出 如果你是要去用這種出品的話 下我們一些HATER的話 可能就是D-A-S D-A-A-S-D-A-S 就是他就可以被他 刺狂秀出來 可是 結果他已經用這個功能 可是那時候會有困擾 我喜歡這個開出來的帥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把他關掉 因為他那個 他下左右他們要查歷史紀錄 其實這邊其實 比牌上就只要 按這個Ctrl-S-A 就是可以直接把他推出來 而且他一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你要會這個 因為有問題是說 假設有可能今天D-Block的時候 你沒有多量SOSCODE 沒有多量SOSCODE 你就也沒有辦法評論 所以你用這個指令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速度是什麼樣子 大家前提也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大家其實在Compire的時候 假設局區 不然你也沒有關係的 然後再來就是 設Blocked on Breaked on 另外那個單位的Function 我問你 好 你說B1的Function名稱 然後呢 設好斷解後 就很簡單 就卡定 就是假設現在 花錢在Rub 或是在慈習班 就直接 跳過去 看到你斷油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剛剛是覺得檔本有問題 後來它就沒有PTR的問題 我就把它的Point 印出來 我就直接下PTR 然後它可以下面它就印不出來 它就是帶一個HTET的字串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最常用的 其實DT真的最常用 因為真實的CallProton是 就是 它那個 你今天這個function的尾巴 你知道上面的那個Call是神 因為真的是太太慘 像剛剛前面那一個 大家可以回一下前面就是 很多人Call名 不知道誰是熊子 這其實DT的話是最好的 最最快可以就是 你知道什麼的 種種的誰 然後直接找哪一個 像你大家可以看到Stack名 這個是這樣的 然後最下面的話 或可能這邊它 最上面源頭是Curl的那個 function 然後Proton跟那個Pz的Proton 那 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假設今天你看到某個function 然後你現在想要去慢慢看這個function的roll 因為我們原本都是用Continue 就是下Curl的Proton 然後用Continue 看那個function 其實你也可以很簡單就是按NN 就是一行一行一行 再開Function一行一行的事情 去看這個roll 然後你Trend off這個方法 你可能覺得沒問題了 你就可以按C來跳去下一個function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欸那你現在 可能就是你現在設有什麼break point 那你想要就是看一下到5D的那一切 因為其實那break point它主要是有3.8%的存在 可能就像1.8%的 看一下自己的 所以你存在會不會亂動的狀態 那剛剛講的是一個比較 就是比較一些常見的卡嗎 因為我跟你講其實GP差不多50D 但是就是記得就是 我昨天講起了一個 我覺得比較常EBuddy會常用的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非常常用的 這個就是說一下contents contents 意思是說 你可能break point 例如我會 他contents那不是 我的東西不是打1嗎 打1是說 欸我今天這對break point 然後今天我的 我的那個GP它跳到那個break point 1的時候 我要讓它指出我comend 然後它的comend的結尾就是end 然後這邊這邊就得查一下 意思是 那這場最常見的話就是 例如我今天 欸我像我剛剛講的 我把incurl的那個ptr這個變速的問題 我就去打1它 然後打1它完後我就覺得ok了 那我們前面因為我要確認 我要讓你看到這個訊息 所以我可能會選一個debugptr 先一個debugptr 然後再去印那個pdr 然後再下一個pd 然後再end 然後接下來在debug的時候 就看到喔這邊有出現一個2vers debugptr 喔我就知道了 你這個訊息不是去… 因為有時候 有些很多debug訊息是您要的 但是你發出這幾 Lei disaster 這才一 tender的話 manchmal我自己家裡就把 R了 我現在看著 R這個地方就是 它是用 R 它這個編紙應該是 unsight char 然後 formalized 裡面算是 test set 那還有這個重模還是很常見 因為有時候其實你會遇到那種 其實這種BUG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長 你才會突出來 就是那種多子情緒 這種多子情緒 或你下屬瑞士堂的一些 或欸那你經常遇到這個 你就是 你的都不用睡覺 因為這種BUG都很不好附現 然後 非常很難長 但是有個重點 就是假如今天他死掉的話 然後他又有他扣檔的BUG的話 你就可以 太幸運了 你就可以去下那個最快的OVT 把他所有人出來的那個Stack都倒出來 然後通常這種一般死掉的話 一般死掉的話 都是他 搭搭的那種控制之餘的 因為我們知道C7的Memory的管子 比較要開放 其實他相信 就透過那個窄色的理念 他相信大家都成熟大 會好好地使用你的Memory的治療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這場要發言 就是你在看我們Memory操作表情 Memory Colby 越界了 他有沒有要蓋過變速表情 蓋過曹華賽 今天 在卡配的時候不小心弄到那個超伏 也是因為進入到以後的追射 或是你忘了可以去FREE料理 不該CREE的POINT這樣子 所以昨天追 昨天OVT就已經拯救了你 必要說 因為假尊長真的那麼多 今天有那麼多 脆被collect出來 或是想跟變得無聚起來 你不會知道是誰 如果之後沒有GEP的話 你應該是 這是沒有要來查出來的 然後 這邊在補充你比較另外的外景就是 其實在remote 地方還是要 你可能還是 大概知道叫remote GEP 因為 其實我們等一下在利用草稿禮拜訪 就是你在用全部字型的話 你可能就是 你會需要用到一些那個GEP 那個remote GEP的那個指令 然後大家可以講解一下 因為它是remote GEP主要是本那個 我們有會有會有個client server 所謂client的話就是你自己的電腦的東西 因為你自己的聊東西 它就是準備要連線公開 然後換來你的板子會有一個就是GEP server GEP server 然後你的板子呢 GEP server 這個卡內呢 它就會例如 這邊toast的指定說 你的那個網路一樣的過來 然後分patch 然後後面你打到TI-055 後面那個SH5 就不用下那個PS 蠻簡潔的一個格式去看 然後可以整個ID很麻煩 就直接用這個你就知道 就直接是定義 直接把它登機上去 然後登機上去後 你右邊就提出嘛 所以你從這邊就可以就是去捨立一個simple simple很重要 我叫simple很重要 因為你用其實deblog沒有simple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沒屁面 你去看的話 全部它就自己會放到後面 就是那個也用分配的 然後它可以把它設一設 然後這個是這個 這個可以跟學友的我意思是說 就是它某些訊息就是可以把它理解 就是它就是因為HT使用到無論多區 就是它就不會影響到你的使用GEP的訊息 然後它某些simple的話 因為你知道其實它simple的進行動區 就會停不住 後來你就不想要它理不住 所以你某些simple的話 你可以把你放進去 然後就是一般舉例大家使用幾期 像我是一秒幾八個來 我會喜歡用幾八個來 然後可能就是 欸你今天 因為我就是 我都常常玩 我就是欸你這可能你今天就是你這邊就 我這邊跑一個A-Out的發生 給它就很開心 它就一定說欸死大了 然後12345678個人 就1秒數字加1這樣 然後左邊這邊我就 下 蘇都然後 GEP12不要厚實了 然後去Dotel請我的發生 然後它就會 然後它就會 在這邊一直起來 然後上面呢 我就是自己就是 實際在被打那個 它可以remote 然後把 那個我版上的IP跟那個 Pone把它連過去這樣 通常一般你把油是 一般 呃 等一下我在上班的時候 把油是大概就開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從就是 因為大家現在就是 已經招GEP一早可以放鬆 可是通常就是用 就是從 因為其實GEP它算得非常好 如果是有些狀況它本來是 沒有辦法全部卡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要介紹一些其他工具 就是可以讓你 可以讓你回家睡覺這樣 那第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是那個 VL Green 它就是它可以做那個 Feverry League的整測 我覺得它這個寫得不錯 因為它就是 它可以 它這套寫得很完整 就是其實你只要 記得還是去C 我們TD 然後你用去C 不要下檢查 然後你在用這個 去執行你的Finders 的時候 它就會反應變很詳細 你看它這邊 像我這個Code 真的明顯 我在我的那個Name function 裡面去Code 那個MailRapper 但是我的Rapper 這邊其實就是 沒有做 沒有做那個 最後出來的時候 結果沒有去Code 的那個 後面的P 但是這邊其實它就 檢查什麼 欸我這邊檢查到 怪怪的 我感覺到 MailRapper 我發現它 它好像 Pose 樣子的東西 它少了 然後它這個東西也非常強大 但是有個重點 雖然很強大 是要人換你Pose 你準備換你Pose 也是沒有這個工具 所以其實大家要注意好 今天那些好用的工具 就是有人把你Pose 到你的 簽證式系統上面 所以你要吸出感情 我們幫你把它查到 六個檢查 裡面的版本 或甚至是MIGS的版本 你要吸出感情 然後再來就是 S-Trace S-Trace也是 非常好的 我們剛好就是拿來 跟那個Code TDs開架的時候 但是 康斯特斯會說 我們這個 就是火神手指 大家用的 好緊急 就沒有問題 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你比較開始就是 你用S-Trace的話 它就是 你現在 我們建議詞寫版本 然後就把它列入 請大家看清楚 例如我現在 我這邊使用一個 我這邊開一個 那個PonePoint 然後去打開一個 TST TN3 然後再跟Code 然後這邊其實我們也幫到 然後 原來 在Code 它其實是 Code Ride Powerwall的進群 然後最後下一個Code 這樣 就是它可以很清楚把 你自己 你的Luderspace 如果跟你的Code 那邊 通過Code 都把它 這邊列得非常清楚 這樣就可以由下位 剛才一起說 欸 今天可能是哪一個環節慢掉 或是 壞掉有問題 就可以在這邊 很清楚的 就是 寫字出來 因為其實大家看 如果你在主持康面的方法 選的話 就是你不知道它後面原來 背後的Code 最後就是從 就是剛剛講那個 ADR不外 ADR不外 就是遇到說 假如今天你 很不幸的 環境沒有GD 就是你是更簡單的 協助Code 沒有GD 然後你只要Code 很不夠 一般通常都是這樣子 首先就是大家 不過這個也是 這個結合 我覺得這樣講 夠好 因為 這邊 這邊不是我舉例一個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 Deper Deper的NSO 然後它的Mario 有最實的Range 然後我就有寫說 它在Quark的 Process ID的Map 是一件的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 有用NSO知道 NSO的那個 Quark 它況感比較進入 非常多的資訊 就是跟Code 那一起有關的資訊 然後PID 就是MD5 你現在這個Process PID跟M 它就是 DSO它現在 這個Process裡面 它所有使用的 哪一個相關的SO 有資訊 然後它落在 裡面那個Range裡面 像我們今天看到 欸今天你扣到我死掉了 它第一行就是 NPC 2.4的SO 通常是我不會用 不會管它為什麼 DRIP C 是 通常不會洗 我寫錯了 一定是你用錯 好 那我們來看LR LR就是 硬盒Adaptor的SO 然後它 它是落在0x759b 那 通常這時候我就會 把那個LR 把你的LR 就是0x759b 一樣的PC 然後算出來就是 這個 SHIP的這個 就是我算是玩 那個 Range 然後再用 ADNTR 來把你這個橘色的水準 把它拆掉我們這個SO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 嗯 不知道我講多次 就是你SO 收到你的Process裡面 它其實 因為每個SO獨立的 所以它放到你的Process裡面 它其實是 一場串 然後它可能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寫SO 第二個我們放Code 第三個我放Code 它就是 所以有可能你算出來的 你變出來的 就是原本是 大家看到自己的證明 它是 可是最後其實 你最後其實是 放在那個 它說其實放在區段 可能是從這裡開始 所以就是 你必須要自己去算 你的區段 那這部分我就 不詳細講 我給大家找去查 就是有這種 算區段的地方要注意 因為有可能是 新種不知道 你一定要 如果你看到Joy 所以很高興就直接把 那一串數字查了去 結果這個 根本就沒有到那個位置 因為其實它 它 有那個方 它其實不可能是 我進來 會把SO造成一版 那種概念 大家這邊可以直接去查一下 然後後面就是 那個相關的那個 那個 然後之後 我會把這個部分的 那個資訊 在 他不再到那個 就是 那個Costcard 那樣也有 那 就是 謝謝就是 我以前也是 小櫃這些 已經知道過 我們那個 然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大家尋終可以 就是在 會後 沒有給我 這樣子 那 OK 那現在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就關於就是 這個 這些 有什麼好奇 或是想知道一些工作逆行嗎 來一起看工作逆行 好 好奇 有沒有想問 我想問一個 比較基礎的問題 就是之前我拿那個 S-Trace在追那個 Android Application 人家追個Pokemon Go 可是那個Log 異常算 我都不知道怎麼 我知道 filter掉哪一些是 對我而言可能 我沒有興趣或是不在意的 那哪些是有興趣的 在分析這種 比較長的Log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下段點 你有沒有什麼 建議或是經驗 或是方向錯了 好 好 這邊我建議是說 你要 我決定我自己最最新的例子 你要先看那個模組 可能跟 跟 要跟什麼有關 例如 像你剛剛講那個 例如你可能 像 假設你先是遇到檔案圖寫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 出力到你的那個 Write Write 之類的 像我最近我自己 我是在弄了 Enjoy的那個TV framework 所以我就會 因為一開始我就是 我會往去bring up 然後我怎麼帶不起來 但是Enjoy的 大家也知道 他一堆低分 然後一堆滑石桌 我根本是誰誰 但是你就是要 可能要注意說 例如像 我是現在 因為我要bring up 是TV framework 所以我就會 特別注意TV相關關鍵字 所以你可能要看 你那個topic的去 做那個 去把它 就是把它 把你的bridge幫你鎖小 但我覺得我這樣講 還是 抱歸來這 但因為我知道CM Core 他其實已經 沒有我這層PEG可以去分 所以你可能 IoG在行駐 比較聰明的方法 對不對 所以可能是以模組為單位 一個一個一個去看 不要想說去還原那個 還原那個時序 什麼東西都看 人家不可能看得完 這樣子 對 我平常講真的是很難 不然你可能要比對 ROG 就好得跟壞 好得跟壞 我就是 我來幹的事情 一分好的一分壞 一分好的一分壞 一分壞 然後兩個ARO 那分 然後中間ARO都要補給他 為什麼以前就有ARO 這樣子 好解了解 我沒有看完 那就是 就是 你會想說 這個ARO看起來有希望 就發現 那個好的ROG用的ARO 這個ARO不是問題 對啊 所以你要有一分好ROG 讓你講 好的跟壞的 就是 按照狀況怎麼樣 然後做DIF 就可以比出來了 然後就做DIF 做比較可以比出來了 對 對 謝謝 不熟他整個 不熟他整個 不熟他整個環境 所以你只能用團 剛剛這還有一個 他有問題 所以 QTT 他可以處理 別人坦白的 可以出來問題 例如說 像FANFOR 哪個 他可以處理 或者是 甚至是 他會跟 這個 這個 API 還有什麼 欸 管弄這個 好甩利的話 有點稀虛 哈哈哈哈 我就講 如果你說 不同的 不同處理系的話 第一個 不同處理系的話 絕對是有 然後再來就是 嗯 你說有 遺憾的話 有 而且 我記得 因為我自己要你對的專案的話 我記得是可以的 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他詳細中間 差異 我就敢在跟 一下 我們可能 會後再詳細 很大便 我會不會聽到 DM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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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是記得他的音部 比較多喜歡 剛剛你有沒有不知道 因為我也很討厭 不然有些會等於話 一直幫你站在開 我再次我要下去 哈哈哈哈 好 大家好 還有其他問題 請問有沒有 你把個過 開檔後加 C 或C加加 就是你的 C加加4 然後 開檔後 我現在有點做 我就是Java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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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就是不同的 這個是最麻煩一點 因為他是兩靠不同 所以他禮拜的信用 通常沒有辦法整 對 如果你有比較好方法 我會有問題 我覺得我自己也覺得這樣 來 那個 剛剛那個 檢查政列裡面沒有定的 哪個難 如果政列很大小 開大的 那麼 你說 你說那個 Size 報告 你有沒有表情 是應該是越來越來越大 喔 是喔 這個我覺得 這個P 應該就應該只有爆掉 我想一下 你說這個喔 喔 好 這個的話 如果你要檢查 零的話沒辦法 可是如果要檢查資料也不一樣 我們這邊會做H 我們會 因為大家知道Sharp 我們會先把那個 因為 零段資料這麼長 我們會先做 MD5上 那些東西 然後他就會 因為你用那種零裝法 做過去 他那個 一樣的資料打起來 他就是會變成一個比較小便的人 變一二把這樣 然後再 跟那個 進駐樓桃線 然後一二把就比 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講 你沒有聽過Sharp 專法那一些的嗎 他就是可以 對 類似做那種特徵 特徵值 就是 你一樣的資料 一樣的資料 你做完Sharp 出來那個結果會一樣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地方 去做MD5上 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問一個 演裝法 把那個政列的那個 把政列要比的特徵值 我們通常沒辦法直接理 然後就來講 那你有沒有辦法 在GDP跟派門 你知道怎樣 你有沒有辦法在GDP跟派門 派門 賠下派門 我不知道欸 如果可以的話你告訴我好了 找到GDP可以下派的 欸 等你還行 好 好 大家 還有什麼要問 誰 你沒有辦法 我感到很清楚 我絕對你 因為我只敢對你總 這樣 你可以 可以切到你看你的正面 謝謝高手想做好高手在你間 他還沒要救我 他說有什麼其他問題 他還沒要救我 好那同學你問題這樣OK喔 好那謝才不會高手想做 他還有其他有問題 有沒有 其實跟能保派分 我其實就想講這個 因為我之前還要在網路上查過 我自己有稍微試過 我忘記是先騎PPB還先騎GDP 他有辦法 我在牌坦沒下斷點 可是接下來NEXT可以在 他可以斷在日扣的 我記得他是可以 GDP跟牌坦吃 跟牌坦PPB根本就是 他是可以利用的 喔他有的地方 怎麼都會 對他有的地方 對他有的地方 這兩個是有的 所有開戶牌坦 他們都會有的地方 好上次上觀眾拍久 我沒有記性支持 還有一個戲協 我來幫他給大號巧 謝謝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或者是大家想吃下個 下個請教的話 在這邊 那我們就謝謝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